厦门 现在的天气真的好热呀 满脸的油光 班兆伯现在在后面的山上等我 有家咖啡厅 听说景色挺好的 我现在去找他 你干嘛不进去等我呀 里面也不是特别是吧 里面凉快呀傻子 还行吧 这个咖啡厅为什么在倒灌旁边 因为有意境 这跟你在家用那个油泡罐头泡的一个味儿 多少钱 40 38 这个美食也没有我自己做的好喝 那你喜欢在家里坐着还是出来坐着 出来坐着 我喜欢在家里坐着 你为什么不喜欢在家里坐着 太闷了 你家里可以评高达呀 你可以看我评高达 哎呀在外面坐着多舒服 吹着小风 看着风景 你看风景多好 收到了 刚给我打电话 油费45个 你妈呀 我妈刚刚我记得 烤肉 给我油费多少钱 我妈每回的我油东西只有顺风 然后顺风只有倒腹 上回给我油粽子等会结的时候 油费100多 还得问你多少钱 哎不给你 相常是100多 我妈就是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女人 混了高有段先生 就说余谦的爸小时候骑自身带了 然后余谦那个把车别的脚 把脚别在自用车里了 然后就是余谦的爸不是油油路的家长 油油路的家长就下来问 哎呀疼不疼啊 他爸就是站起来等 你妈也这样 我妈小时候带我 就是我小时候我妈骑自身带我睡着 好了 就把脚别在自用车里了 嗯 你妈站起来等啊 骑一骑就感觉哎 怎么骑不动了 他也没有想到我把脚别在自用车里了 然后他就站起来等 我现在脚上还有关 特别差的爸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你神经病啊 哈哈哈 我记得很女情 那个时候可能上约有点累秦 五六岁了吧 然后我还就得 只能坐着那个婴儿推车 夏天的时候 坐着那个小推车 你推我出去 因为脚坏了嘛 你妈不是还有一个 卖橘子的故事吗 高中的时候 就放假好像是 我在家睡觉 我妈早上给我打电话 去早餐问我 五块钱两极的橘子 和十块钱四极的橘子 哪个更便宜 哈哈哈 数学不太好 我妈总说小时候生了 因为全身妈都会把脑子 傻了 这是一个生妈生的 这是一个生妈生的 你们俩都好喝 看得看不见 今天很冷 主要还是人呗 你看现在出来逛一逛 走一走 不比在家坐着拼高达 还有意思吗 今天是不是做了 你的错事了 没有啊 你好好反省一下 没有做错事了 到底有没有 没有 没有你干嘛要出来 又给我喝的 又出来在海边散步 因为我看你在家拼高达 看到我心烦 你有什么好心烦呢 我拼也不是你拼 全里都不带硬的 哎呀我的头发 哈哈哈哈 坐在那一拼高达 叫你都听不见 你看我的头发 看见他好看 你看他就玩水 谢谢 走吧 不下去了吗 不下去了 天太黑了 你要是掉海里找不着了就 掉海里找不着了 就走吧 你当时为什么要选择来厦门 就是上大学的时候 就想离家远一点 不想再加多大学 我当时我就想跟我妈妈说 我说想去一个 就是不是很大的 又不是很小的城市 我妈说那你想去哪 我说我也没选 结果翻报告处 所以我翻一翻 哎觉得厦门好像还挺好的 然后就来了 结果来了之后 发现厦门不是特别宜居 太热了 然后房间又贵 表示我身体不太好 其实一下从北方来到南方 不是很适应 我也不能吃空调 但住久了就觉得 还是挺舒服的 还是挺舒服的 因为不想换其他的地方 关照伯跟大家说拜拜了 拜拜 拜拜